所以呢 因為第一條 櫻花有關係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條 跟以色列有關係 所以 他們決定先打西南半島 打埃及那邊 所以十月九號 他們就突襲 十月三十號 就 以色列從這邊打過去 那櫻花呢 從上面 從上面 轟炸基地 這邊 這是西南半島 以色列從這一條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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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櫻花呢 從這裡 空降 它的基地 結果這就叫做飛機 空降的 結果八天裡面呢 就把西南半島 全部都站過來了 但是 國際 給他們壓力說 你不要這樣嘛 所以 他要撤出 那邊又還給他們 這第二次就結束了 那埃及史上很多了 好 再過十一年 第三次 中東戰爭 這就是六日戰爭 這很有名 大家有拍一個電影 這是這樣子 五月的時候 阿拉伯國家 他們在蘇聯支持下說 不行 我們要來再一次 這 以色列還沒解決掉 把它當掉 所以 他們就出了二十萬 阿火大軍 那時候 以色列已經有七萬正規軍了 好 那開始一張就 又把那個海峽封掉了 然後又開始就開火了 那這個還沒有很龐大的那個 然後呢 以色列決定 好 我們要應戰 那區域 埃及原來結合起來了 又是那幾個國家了 好 六月三號呢 伊拉克也來了 所以 六月四號的晚上 以色列決定 我們要突襲埃及 叙利亞 約旦 仙華之人 六月五號 大清早 用閃電 六月五號 馬上破曉的時候 就一百九十六號 馬上飛出去 把埃及 約旦 叙利亞一樣 空間基地的飛機通龍炸掉 這是他們飛出去的 幻景第三號 這邊 飛過來 飛過去 把他們炸 那六月七號呢 就把約旦收回來了 這就是六日戰爭 那這個北部這個地方呢 這須利亞也是被趕出去了 然後呢 東邊這邊呢 約旦也被打跑了 然後呢 傷亡很多 坦克損失兩百多輛 西部這邊呢 西奈半島也被戰去了 這個地方就是他們 用那個裝甲部隊的 埃及史上這麼多 坦克毀壞了 所以呢 以色列一共只有損失二十六架飛機 阿拉雷人損失了四百多架飛機 埃及的空間幾乎全群無沒 那他們一共死了六萬多人 以色列只有死了九百多個人 好 而且呢 這些通路被戰回去了 加沙 走廊 西奈 半島 耶誕 西安 耶 耶路上的舊群格蘭 突然被戰去 那戰爭上一百萬的阿拉伯人 變成難民 所以這次六日戰爭非常有名 就六天就結束了 但是 連連火都出沒了 哎呦 你們站太多了 還人家 還人家 結果他們就真的還人家 就第三次戰爭以前 就恢復到本來以前他們就好了 第一次戰爭他們還人家好了 他們就開始真的還人家 那這是那時候 第三次宗人戰爭 戴陽 這是沙龍 然後這邊是戴陽 跟他們那些軍隊合一 這是那個沙龍 然後他們在西來半打算慶祝生命 然後進入耶路撒冷 這個是到清真寺的地方 這個是那個戴陽跟那個沙冰進來 這一張聽說很有名 這一張是以色列戰爭最近給的一張照片 他們第一批到達褲場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找一個拉比 找一個索席拉比 叫做拉比在這個褲場吹著的 吹著的號 這是那個拉比 好 這就是第三次戰爭 那你看啊 這個是第一次給他們的 第一次他們馬上把這個綠色站過來的 那這個黃色全部是第三次戰爭 那他們就慢慢退 就真的把他們第一次還 第二次還 第三次還 就真的還給埃及 好 這是第三次戰爭 以後呢 還是繼續 喔 有很多攻擊啊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攻擊 所以六年後呢 就再發生 那天 褲罪是戰爭 這只有十八天 這是這樣子喔 1973年10月 埃及總統薩達特呢 他就計畫 好 我們要再把他打一次 那時候呢 他就選1973年10月6號 這是民國62年10月6號 那不行 他算這天呢 這天那麼好嗎 第一 這就是薩達特 第一 按猶太林 那天是贖罪日 你知道嗎 一陣贖罪日不能做事情的 只能夠到教會 什麼工作不能做 只能去那個 那邊禱告啊 第二 那天再回到宰戒月 聽說那天呢 是 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 所以這是黃道吉士 第三 屬於世紀呢 那天的潮水更正好 讓他們搭橋 越來越南坦克斯 第一次 更重要 因為民國62年10月6號是什麼呢 小弟 我結論 我都是那天結論的 所以薩達特跟我的看法一樣 那天好日子的啊 好 這個薩達特呢 他就先跑去找敘利亞 他說我們聯合 埃及在這邊 敘利亞在上面 上下夾攻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他們就覺得很好 但是沒有想到 耶穌華神講過一句話 乾煩我的安息日 我要修理它 好 那他們10月6號就真的啊 那六月星期六啊 他們就從雷達看 欸 以色列都沒有動啊 他們還在那邊禱告啊 數歲日啊 對不對 所以下午1點50分 北連西里亞 南邊那一集同時滑動 他們在那邊練神經練的 一下聽到敵人來了 不知道怎麼辦 你看這邊 這邊進來 埃及從這邊 西里亞從這邊 那這個馬上喔 那個運河 西里亞埃及這邊 馬上他那個八列戶 防線就被打掉了 他們就一下子衝進來了 這邊 馬上就衝進來了 三個那個破火都被人家衝進來了 這邊是南邊 這邊是北邊 他們用蘇聯借塔的這種危機 來打喔 那北邊那邊也是一樣 火敘利亞 三百多樣蘇聯的那個坦克車 一下就衝進來了 這邊衝過來 這邊衝過來 那 那個以色列你在幹什麼 這邊進來 這邊進來 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在那邊 他們在那邊 禱告 但是客人外面已經 電台已經廣播了 像全世界廣播 埃及的旌旗 已經生起來了 而且 又引用時間八十三篇 來打啊 我們把他滅掉 讓他不再被記念 他沒有看到後面那一段 他就後面跟他知道 他不敢念八十三篇 他念了以後 一路上來這邊啊 亂成一團 沒有戶人啊 帶羊啊 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褲獎前面 哭了要命啊 一直練神經 欸 突然奇蹟發生了 別邊那邊 來 坦克車不是一直衝 一直衝嗎 七百多兩個坦克車一直衝 一直衝 衝到班諾 雅各屋的地方 欸 不是下意 前面那些坦克車不動了 跑太快了 游泳完了 後面的坦克車 滅油還沒來 所以以色列人就好像打電子彎機一樣 砰砰砰砰 一個彎打 這邊突然不動了 那以色列人就用那個飛機啊 從上面這樣 好像打電子彎機一樣 叭叭叭 就這樣子 整個坦克轟完蛋了 七百多量 全部完蛋 北邊 好 那南邊咧 也是一樣 這邊三個混合圈一直衝進來 衝很快 就衝 突然 怎麼樣呢 那坦克車的駕駛 一直衝突然 太陽太大了 坦克車 有人講飛機一樣啊 那太陽就從登登來 對不對 他是從埃及到打以色列 是向登打對不對 最後太陽從那邊出來 結果每個駕駛都看到太陽啊 都看不到坦克車 好 陽光 比光更加強烈 所以他們坦克車啊 會已經通常不動 不能 射不準地看不到 不知道怎麼瞄準啊 結果 一天裡面啊 變回到兩百五十兩 所以 邊邊也倒了 南邊也倒了 所以呢 鼠椎是這一天 下午又帶一些 從後面進去 所以他們已經 打到太龍那邊 這就是 下頭 好 好 那這個沙達特 要不要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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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肝患贖罪日啊 對不對 那那個 連我出門調停了 也停下來了 好 八年後 又是十夜六號 又是十夜六號 然後沙達特呢 去 訪問的時候 當場就被暗殺掉 這人跑出來 砰 就死掉了 這沙達特 的仗 所以 這個 這一次 贖罪日戰爭啊 就是沙達特 一手 策劃 他用 贖罪日 用以色列最重要的 策劃去打 結合到自己 好 好 那格雷也是 第四次人 後九年 第五次戰爭 這一次 三個多月 這一次其實 他只有針對 鐵巴人 好 1982年 第五六號 對不對 他們就派了 十萬人去 打 他的 去打 敵巴人 他的結果就是說 我們的英國大使 被巴勒斯蘭人 刺殺 所以我要去 把這個巴勒斯蘭 修理 因為那時候 巴勒斯蘭解放軍啊 主要就是這 鐵巴人 好 所以那一打進去 沒有幾天 就把他佔領了 而且把西里亞整個 把那個鐵巴人整個 那個 那個武器 那個中心啊 突風打掉了 這些 被鐵巴人 沒有沒有沒有 打了這樣子 那其實啊 他最主要就是 要去修養 這些巴勒斯蘭解放軍 因為巴勒斯蘭解放軍 他們就在 主要就在 黎巴人那邊 然後為中心 而且這些 巴勒斯蘭解放軍啊 在第四次戰爭的時候 他們協助 埃及跟西里亞 所以以色列不少 藉口 我們的那個 那個大使輩 打的時候 就馬上 就把他 打 一開始去打 這個我們大概有看過新聞的時候 你看 貝魯特炸人這樣子 接著呢 又去打那個 貝塔伯地 這個地方呢 是他們 他們主要的軍事地 巴勒斯蘭解放軍的軍事地 這個就是 貝魯特 巴勒斯蘭解放軍的總部 那另外一個 貝塔伯地 把這兩個地方 敵巴人這個地方 就被打了 哈 以色列用鼠彈法呢 他用AIDS干擾器 這樣呢 虛擬啊 飛機啊 一騎位以後 就沒有辦法跟地面聯絡了 哈 然後那個導彈也都失去控制哈 就這樣 把它 用八天 就 把它斷掉 而且 向北推進 九十公里 哈 然後呢 把它佔領了三千多 平方公里 那他的巴勒斯蘭解放軍 差不多都被 摧毀了 啊 可是呢 聯絡國出門了 聯絡國出門就說 啊不要 你還是回去好了 所以他們就撤退 撤退以後 就聯絡國的那個 偉安 現在他部隊在那邊 他以色列推掉了 然後那個偉安組織在那個地方 這是第五次 好 所以呢 這些一開始 這些巴勒斯蘭人 一聽到以色列國的時候 他馬上宣布 我要把以色列國踢到地中海 但是經過這幾年以後 他覺得怎麼樣 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呢 他們因為 這幾年戰爭下來呢 結果這樣子 你看喔 開始 他們 以色列人只有 百分之二的土地 接著呢 到百分之 到那個1946年 還沒 還沒那個 還沒帝國之前 只有百分之十 以下 好 聯絡 不是讓他們兩個國共治嗎 覆蓋他們 五十六 結果六四戰爭以後呢 變成七十八 現在是面對大家嗎 九十二 你看 綠色通通是以色列人的 本來巴勒斯蘭是黃色的 一直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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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這樣子 所以巴勒斯蘭就覺得 不行了 不可能把以色列人丟到地中來 那怎麼辦 來和談啊 所以就開始公開要對話了 所以進入和平談判 他們呢 這個巴勒斯蘭 我有講 他們一開始一直不承認 他們不想立國 但到1988年 不得步了 漫了以色列四十年 他們已經宣布巴勒斯蘭國了 好 那兩個人就開始要談判啊 以色列中立大兵啊 跟他們的阿拉伯特拉就到美國科林頓 把他們撮合 開始談判 但是談判呢 一下有效 一下沒效 一下有效 一下沒效 1940年又繼續在開樓談判 然後1995年 這個拉兵被殺掉 被暗殺以後呢 這個談判一直聽 聽很久 那兩千年以後 他這個總理巴拉克佑西 所以談判在大衛也還是沒有結果 然後這個夏龍也撤擊以後 又繼續談判 對了 到2013年最後的 他們又到美國 曹斯蘭那邊 跟那個國務區吃飯的談判 到2014年 我所投的資料到這邊 以色列現在跟哈馬斯 哈馬斯就是很強烈派的 然後一個是華塔是比較溫和的 巴拉克佑西蘭現在有兩派 一個是哈馬斯 這個最兇的 他們打成鐵火協定 所以目前 好 那天我們有一個團結說 哎呦 那邊我們現在台灣已經發布紅色警戒了呀 以色列是紅色警戒喔 我們要不要去 所以我先了解一下就是這樣子 每年3月30號 巴勒斯蘭會開紀念會 說他們領土不見了 剛剛我不是講的嗎 領土現在變成現在只有8% 他們3月30號會紀念 結果每次紀念會的時候 兩邊都會打一打 打一打以後 台灣這邊就要宣布紅色警戒 但是他們打的地方呢 跟我們每次去旅遊的地方 最近的地方是50公里 但是50公里到地方 現在我們沒有去北斯巴 我們離它更遠多幾百公里 一百多公里 那麼遠的地方 所以 目前 也有幾團在那邊 都很安全 那天幾天又 初途又下一天又什麼 又打西里亞 西里亞在右上方那邊 但是西里亞就是 比如說經常就在打 但是這一次有打比較多一點 但是離我們要去的經典 又是幾百公里 我們團現在在那邊 每天還在發Line 發FB 發得很高興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到這邊 就把整個以色列 立國一時開始到王國 到復國 復國 復國又中武士戰爭 跟大家簡單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 好 好